中路BFS Note Z2BC4 コースアカウント 11 コース Note 13 之前我們也說過兩個是Make or Buy 另外一個是Special Order 第三個Case 會說Retain or Repay 製作 究竟你是想保留這個製作還是換新製作呢 當然都是一樣的 我設定規定也沒有變 亦是你換了之後會賺到嗎 還是少一點呢 這個沒有變的 好了 這裡我們會去看看例子 例子有一個人叫Julia 用了一部Cash Register 即是類似的手印機 15年前買的 他就買了2000元 但你要問一問 那2000元 關不關事嗎 不關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同學有印象 記得 我們說這個是新製作 來的 同一時間 Cash Register 是400元 這部機關不關事呢 400元 都不關事 都是新製作 以出之物 我們就不用去處理了 好 現在去想換一部新的 新製作 這個關事 這次 我們說要是8600元 因為這個是incremental cost 如果有印象的話 因為你是因為要買這個才會出現 然後去補算這部新的Cash Register 可以用到10年 同一時間 就 現在那部機器 就是operating cost 1000元 而新的那部 就是700元 我明顯看到新的那部是便宜的 好 好 之後 他就說 如果呢 如果呢 現在呢 是 新的那部 新的那部 賣去show now 那麼 就可以換回420元 那420元 也是11的Cash 和這個英國operability cost 好 再來 如果呢 它就說Operate for the remaining useful life of two years的話 這部機器就不會有Stage Value 只會是0 如果Retain的話 即是繼續用的話 這部機器每一年就需要50元的維修費 不知Expect新機的Stage Value在10年之後 就會是1900元 是1900元 那究竟我們會不會換好呢 所以我們會不會換好呢 都要做兩個Approach去看一看 先先呢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究竟其實是計算兩年 還是計算10年呢 因為我看到有兩個不同的Approach 其實呢 一個是兩年 一個是10年 舊機呢 就用到 用剩兩年而已 可以用多 新機呢 就是可以用大約用到10年 那你會不會換好幾年 怎麼比較呢 比較不了 大家有不同的Ground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會 兩者取 一個common 和common 的話呢 我們最後呢 會選擇比較 兩年這個 因為你 十年 你根本沒有舊機 你都沒有可能再做任何比較 對嗎 那你第二個Stage Value 也會不見了 那所以呢 我們會用 兩年呢 去做一個比較的 reference point 所以十年這個呢 我們不看了 好 那 來了 好 如果是relevant cost 那 所以記得 所以記得 下面我們選擇全部這些東西 都是Course來的 好 那當然 首先 最簡單 我們寫了rechange 還是replace 即是可以寫兩邊 然後我們再一路做下去 那看看 如果呢 現在由於是要買一部新機 回來了 這個 8600一定要的 所以 new machine 的Course 是一定要計算的 那 8600 那 這個沒有的 那我們就有一個hyphen OK 8600 然後 再看 由於我們 基本上現在用兩年 都是需要 那即是retain 那部也是用兩年 那即是 operating cos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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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兩年 的啦 OK 這兩年 那 如果你 說 舊機 那就算了 那 應該呢 就會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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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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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應該是 700 塊 1,400 在 到這裡 可以嗎 我先 好嗎 好了 Knight 再看下去的時候 就會 如果現在賣了的話,就會有一個slate value 賣了的話,會牽涉到retain還是replace 如果賣的話,就不是retain,就是replace 但現在是一個cost的方法 如果我賣到,即是slate value 這個old machine,我賣到錢回來 那是會令到cost減少的,對不對 所以應該會令到replace這個cost會降低 於是我是出負數的這個 這個同學是需要留意的 為什麼你看到我是減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revenue 而由於你現在是用cost的approach 所以slate value是增加你的收入 於是就會是用負的 這個自己同學留意了 這個第一個留意的地點 好,然後呢 就如果你retain 講回retain retain來講,要impair每一年就50個 假設用兩年 所以replace cost 那兩年的話呢 那old machine 就會是將50元,乘以100元 對不對? 好,到最後了 最後呢 最後呢 Expectuslate value of the new machine after 10 years 就是1900 那這個我們... 那究竟... 算不算呢? sorry 這個錄畫 那呢 他説 他説之後10年 他就會收到1900 但是... 和我replace 那不關事呢 那你就想一想吧 現在呢 我們說到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 ignore time made of money 那意思是說呢 你去到... 尾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也是你會收到的錢 如果我算整個期間來說呢 我們呢 會計算一下 OK? 行不行? 這個呢 我們都會計算一下 因為呢 都是一個relevant cost 這個 OK?行不行? 這樣呢 因為你這個也會影響你這條縮 但當然會令你replace 那個錢這裡呢 就會再減少 行不行? 所以去到最終呢 我們看一看 那呢 如果將2000加100 即是2100 對不對? 這個cost 記得這個cost 那旁邊呢 就是8600 加1400 減420 減197680 這樣呢 很明顯的 你看到呢 那個cost 如果你replace的話呢 其實是大過retain的 所以我們應該就... 所以我們應該就... 現在可以把這條說完 我記得有些事情是 首先我們判斷是用兩年還是十年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当我处理在relevant cost的方法时,stage value是如何处理的 第三点是在10年之后才计算是否计算是否计算 在这里都是需要大家留意的